各位音乐台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一峰 其实没有太多的相似的地方 很多的担心是怕观众看的时候 会把我带入进去 所以跟导演讨论的 更多的都是尽量从性格 从戏剧性的上面东西 让他更跟我本人不一样一些 要有团队意识 要听话 爱护支持你的粉丝 更多好的作品去回馈他们 然后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 如果你说你让我现在哭 我马上就能哭 我可能不不太属于那样的一个演员 有时候达不到 你可能会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 把一些情绪寄托到亲人身上 但这个都不是特别的好 我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小冉姐李小冉 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她演哭戏是说 导演对不起我再来一条 一般都会是说我刚才哭的不够多 她说不行我刚才是不想哭的 结果她哭了 我说我再来一条 我说小冉姐你这个怎么这么厉害 你的眼泪 她说我的泪线太发达了 以前看狮子王我也会哭 然后现在呢 你比如说奥运会拿金牌了 然后升国旗的时候 也会那种激动的 还是会有一点湿润的眼眶 好像是在拍麻雀的时候 拍电视剧的时候 那当然还是哭戏更难了 因为吻戏就把头蹭上去了 就来了呗 哈哈哈哈哈 即使不出门 在家也要打扮了涉晒的 睡觉的时候有很多小怪癖 例如褐睡 褐睡不算怪癖吧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粉丝的能源 冬天在帽子并不是为了熬暖 而是为了凹噪 手机里有很多自拍 但是不是发出来的 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作 会偷偷损很多粉丝给你拍的高清饭图 吃饭楼集会的迹载 和朋友发微信会使用很多游行 与自己的表情高 裸睡 裸睡这个不算是那个什么 屁啊 这是一个很放松的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自身带来保暖的一个人 但是首先就是你心里觉得暖 你就能让整个身体不会那么怕 意念 意念 穿了一层毛裤 穿了一层毛裤 寒毛的毛裤 我觉得你辛苦了 然后呢 也收获了很多 不管是掌声也好 还是质疑也好 但是希望你能够在 明年继续的去努力 给自己一些充电的时间吧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希望大家在圣诞节可以收到很多很多自己喜欢的礼物 大家也不要小气也是把礼物送给别人 这样呢 也是把快乐送给别人自己也会非常的快乐 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和丰收的一个圣诞节 请太深 想太多 才擦肩而过 什么都可以做 别再错过我 你在哪里 先跟我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